在炎炎夏季,我们要注意饮食保养,尤其是对心脏的保养,红色食物能够养心,例如红豆、番茄、樱桃等,但有些温补新养的食物不是红色,例如前浆、桂皮、大麦、烟麦、红酸等也都能补充新养心气,苦梅食物能够对心脏有益,例如苦瓜、杏、莲子、麦、蒜等。 此外,熟火的酸味也对心脏有滋养之效,例如番茄、柠檬、草莓、凤梨、芒果、奇异果等,然而在夏季末应该避免吃太多苦梅食物,而选择少苦、薄薪、适当酸味的食物,因为夏季新养本望在吃可鼓动新养的苦梅食物,新养容易涣散,反而不好。 此时可吃一些新养食物,一方面避免火旺伤筋,一方面可以与秋季的养肺工作预做准备。 除此之外,苦梅食物多性寒,所以近期来的女性也要避免吃太多苦梅食物。 同时,水可克火,而甚竹水,再提为骨。 有骨科疾病的人也要避免吃太多苦梅食物,以免造成五行相克的反五效应,让身为心所伤。 记住,正确的饮食保养有助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,尤其是在夏季这个保养心脏的黄金季节,要注意多吃红色食物,少吃苦梅食物,适当摄取腥味和酸味食物。